大家好,我是缺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随着现在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很多疾病都可以被攻克和治愈 但是唯有癌症,没有特效药物 很多人谈癌四变 食物能够预防癌症是我们都明白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只要吃对了食物 才能够预防 在生活中,很多可以预防癌症的食物 很多人都因此受益 许多癌症患者也因此大癌生存了很多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可以防癌抗癌的食物做法 食材都非常简单 但是可以从根本上预防癌症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半个新鲜的白萝卜 从古代开始就有这样的说法 萝卜上市,郎中下市 白萝卜从古至今被人们推崇为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 民间也有一句俗语 东吃萝卜下次将不用医生开药方 白萝卜含有木质素 木质素可以提高聚色细胞的吞色细菌 异物和坏死细胞的功能 从而加强人体的免疫功能起到抗癌的作用 白萝卜除了可以防癌抗癌 还有其他很多功效 中医认为白萝卜胃肝性凉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适量的吃一些白萝卜 可以起到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作用 白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C 有助于增加机体的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再者白萝卜有促进消化的能力 白萝卜被称为人体自然消化剂 根基部位含有淀粉酶 以及各种消化酶 能够分解食物的淀粉和脂肪 白萝卜当中的介质油 可以促进肠胃颅豆 帮助食物消化 解除郁闷抑制胃酸过多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具有解毒的功效 患有癌症的病人 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白萝卜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并且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白萝卜还有明显的化痰止咳的功能 民间用白萝卜洗干净 切片和冰糖一起煎服 对于治疗伤风咳嗽 慢性滋气管炎和小儿百入咳等 都有一定的效果 白萝卜切成片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干的香菇 香菇是我国著名的食用菌 贝莱们称中菇中皇后 在民间素有三针之称 深受人们的喜爱 是不可多得的理想保健食品 现代研究证明香菇中含有一种分子量为100万的抗肿瘤成分 香菇多糖 香菇多糖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所以香菇特别适合癌症病人或者化疗之后使用 具有一定的抗癌防癌的效果 特别是香菇搭配白萝卜这一物 抗癌防癌的效果不仅翻倍 而且还具有很多养生保健功能 香菇也不仅是人们的理想美味佳肴 而且它的保健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的重视 除了可以抗癌防癌 经常吃香菇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据研究发现香菇多糖具有重要的免疫调理作用 可以改善机体代谢增强免疫能力 糖吃香菇还可以抗坏血水 研究发现香菇瘤泥以及香菇多糖 可以促进胆固醇代谢而降低其在血清中的含量 香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而维生素具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的作用 对于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 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香菇对于治疗急性慢性肝炎也有非常好的疗效 香菇多糖以及其培养液有护肝的作用 并增强排毒功能 降低血清转安眉水平 经常吃香菇可用于预防和治疗脾胃虚弱 腹脏、四肢乏力、面黄肌瘦等消化系统疾病 并且香菇含有钙、铁含量非常高 而且含有麦角、治疹、阴尺 现代中医认为香菇为补側维生素低的药剂 可以预防勾瘤病并治疗贫血 洗干净的香菇用剪刀剪成小块处理好的香菇放入萝卜里面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枸杞汁 枸杞可谓全身都是宝 要用价值很高 古医药书当中本草会言记载 枸杞汁可以使气可充、血可补、阳可生、阴可长、活可降、风湿可去 有十全之妙用也 我们在清洗枸杞汁的时候加入一点生粉 因为枸杞在晒的过程中很多褶皱也很多灰尘 用生粉可以很好地吸附掉枸杞汁里面的灰尘杂质 枸杞汁的功效 第一,可以抗癌 枸杞汁对于癌细胞的生成和扩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当代实验和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枸杞液代材常饮用 可以显著提高和改善老人体弱多病者 或者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和生理功能 具有强壮机体和延缓衰老的作用 第二,延迟老化 枸杞自古以来就是滋补的上品 具有延缓衰老、抗衰老的功效 故又被称为不过脑子 枸杞中的维生素C含量高于橙子 β胡萝卜素含量高于胡萝卜 铁的含量高于牛排 枸杞汁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萝卜和香菇先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10分钟 朋友们,这做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狼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析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加入刚才清洗干净的枸杞汁 再煮两分钟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入食用盐和食用油 然后搅拌均匀 我们就可以盛入碗里 这一个萝卜香菇汤 非常的清淡 清甜 清香 好喝 特别适合在饭后喝 白萝卜搭配香菇 它的抗癌效果会增加10倍以上 并且还有非常好的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的作用 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 或者癌症病人的人 都可以多喝这一道汤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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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